桃園市会计国中以秋月阴阳快溪为主题 办理生态保育家课程活动 让学生深入了解南坎溪与虎头山的生态 而学生还自发性成立良心商店 并且将营收是全数捐助给桃園市野鸟学会 作为生态保育使用 桃園市会计国中位在虎头山南坎溪旁 寒假作业有师生发享节礼完成 将校本课程结合SDGs永续发展 本位课程则结合生态保育家 办理秋月阴阳快溪活动让学生自主学习 今年一月更邀请老鹰 向非生态保育纪录片的导演 办理应后讲座 在寒假中要学生拍摄鸟类的照片 开学后将这些照片汇聚成一张大型老鹰的海报 象征快机国中第一套本位课程的完成 每年九月的时候都会有赤福音过季 那我们就从我们的步道走到山上去之后 发现到说我们可以对于这个本位课程 来做赤福音的保育 那这个保育就让孩子们透过观察 跟结合眼鸟协会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合作 把这个特别的课程呢 让孩子可以学会到保育的这个动作 过程当中呢拍张照片写个心得 那开学之后我们把这些所有的照片收集起来 那成为把它组合成一个蒙太奇的一个老鹰的一个图像 那就是最后我们这个创意的寒假作业 为了保育虎头山过境的赤福音 学校师生成立良心商店 募集资金支持生态保育事业 学生发挥自主学习的精神培养核心素养能力 并将营运所得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元的营收 专注给桃园市野鸟学会作为生态保育使用 我们会计举办了那个良心商店 之所以叫做良心商店 就是因为要让同学可以在没有人的关注下 做出为社会或是大自然有贡献的一些事 就是行善的举动 会计国中透过一系列的生态保育活动 培养学生的生态保育意识 更启发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实现他们对当地生态的保护 记忆节组 我认识 理想 准